嗨 大家好 雅婷姐姐又来了 很多朋友有问我或者私信我说 雅婷姐你有茶后抑郁吗 看你平时这么乐观 你每天都嘻嘻哈哈的 你会有这样的阶段吗 我当然也有茶后抑郁啦 第一摊也有第二摊也有 而且二摊的时候情绪会更大 再回头看了 觉得哇这怎么可能是我 可能是因为饭菜闲了 不合自己胃口 起夜要喂奶啊 然后白天睡不着觉 也会偷偷掉眼泪 甚至是洗完澡 对着镜子看到自己身材 也是会掉眼泪 那个阶段里 一定会超级没自信 如果你们看过我的走音 你就叫我那个时候多胖 你甚至已经忘了 你是一个会工作的人 你是一个会赚钱的 自己养活自己的女人 在那个阶段里 是想不到这些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别人是理解不了的 别人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矫情啊 一直哼 现在想想看 好像那些东西 也不一定是家人给你的 有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们也要承认这一点 也希望我们的家人 可以帮助我们走过这一关 现在的我都是 怎么来抵抗这些 不好的心情的呢 首先我觉得你们要承认 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价值 不管别人承不承认 你自己一定要承认 全职太太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告诉他们 我是很辛苦的 我在这里 照顾这么好的一大家 所以你们才可以 很好在那里面工作 第二个就是 更加的充实自己 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忙了 但是我会在这些的时间里面 抽出一部分时间去 做一些自己想做 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说 我有去跳舞 虽然大家说我跳得不好 但是我还是坚持在跳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健身的项目在做 会练练瑜伽 那这些事情呢 都是可以让我转化心情的事情 其次就是 还是要有个乐观的心情 不要对所有事情 都产生绝望 不要对自己产生怀疑 无论你是胖的还是瘦的 你都是有价值的 很棒的自己 你们一定都是值得被爱 才会有这样美满的家庭的 千万不要轻易 做一些很不好的决定 相信你们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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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